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儿科学 亲生儿疾病 我们前面讲了儿科学的基础 对吧 关于小儿的一些生理常数 小儿的病因病基 对吧 我们在前面讲基础的时候 给大家说过 对吧 那些内容呢 是我们学好儿科学的基础 一定要把它学好 儿科学的存在 就在于 它的一些特殊的生理病例现象 以及特殊的生理常数 对吧 那些内容呢 是每年考试的重点 一旦掌握住 然后到具体章节的疾病呢 我们给大家说过了 对吧 它有相当多的疾病呢 和内科呢 是重复的 对吧 但也有一些儿科独特的疾病 比如说这个 对吧 亲生儿疾病 那么亲生儿疾病呢 我们主要学以下几个 对吧 第一个呢 是胎妾 我们学内外父儿 对吧 这些统称为 统称为临床科目 它的主要特点 就是什么呀 就是和我们大家的 临床工作 对吧 密切相关 那么在这些 学这些疾病的时候 对吧 我们一定要掌握一个 技巧什么呢 也就是学习的技巧 记忆的技巧 对吧 适应于各个科目 你要记住 第一个 你的手先会变病 因为很多学生呢 脑海中 对于中医 对吧 就是老师 我考试 要考变证论治 对吧 大家只凑成于 症啊 症啊 辩证 对吧 辩证 而且有的同学 老师辩证多容易啊 中诊的内容 拿过来 对内外富尔所用就行了 这个是一个误区啊 我们要记住 在内外富尔学习的时候 我们的辩证 是在什么呀 是在变病的技巧上完成的啊 我们在学好内外富尔 每个疾病 要想学好它 对吧 要想学好辩证论治 你首先要辩谁啊 辩病 没有病 你的辩证 是一个空中楼阁啊 空中楼阁 就像以前一个学生问我 对吧 老师啊 这为什么不是啊 这个脾气虚症 对吧 那这个病 它就没有脾气虚 你哪来的脾气症啊 对吧 因为老师 它就是一个脾气症 不错 它看起来像一个脾气症 但是你如果对这个疾病不了解 不了解这个病 就根本没有脾气虚这个症型 对吧 那你就 错不了 对吧 就对不了啊 对不了 所以说对大家 记住啊 在内外富尔学习的时候 辩证 要在辩证完成之后啊 完成之后 所以说这个诀窍一定要记清楚 所以说第一个点呢 你要了解到什么是胎气 啊 胎气 胎气指的是新生儿体重低下 就是刚出生了 体重很低下 对吧 体重低下 那我们前面说了 对吧 新生儿出生时平均多少啊 三公斤 对吧 三公斤啊 三公斤 那么如果新生儿体重低下 对吧 身材小 身材呢 想想前面讲的 对吧 新生儿出生时平均身高呢 身长呢 五十厘米 对吧 五十厘米 五十厘米 对吧 指的新生儿体重低下 身材小 脏腹形气胃充 对吧 这些形气胃充呢 我们前面也讲过 对吧 这是小儿的一个生理特点 脏腹胶嫩 形气胃充 对吧 形是什么 气是什么 自己在脑海上写一想 如果想不起来 要去翻一翻书啊 我在讲多门课程的时候 都给大家说过 对吧 大家学习的时候 要带着脑子 带着思考去学习 为什么这样说呢 也就是你看到一个质点 你不能麻木的就过去了 对吧 你看到这个了 看到形气胃充了 你就想一想 对吧 前面我们讲过形气胃充 形气胃充是什么 对吧 你不能说老师啊 我学胎气 对吧 小儿 体重低下 身材还小 那么脏腹型的形气胃充 你读完就完事了 你就没有想想体重低下 对吧 出生的体重多少 对吧 身材还小 出生的身材是多少 对吧 脏腹型的形气胃充 那形是什么 气是什么 对吧 形气胃充的概念是什么 你要把前后的肢定 什么呀 多思考 多思考 你这样的话 你就不用费多少劲 这些考试呢 通过都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么胎气要什么 也叫胎弱 太弱 临床中以出生低体重为主要特定 特定 肥义型体 老师 体重和身材还小 哪一个是胎界的主要特点呢 这种都叫什么 都叫比脚体 或者叫让你取舍的 对吧 那么有体重低下 身材还小 你选谁 你要记住 它主要以出生低体重 对吧 低体重为特定 出生体重低于 低于2.5千克 对吧 或者2500克 对吧 为客观指标 包括早产儿和小于胎定儿 早产儿和小于胎定儿 那么胎气的变因呢 你要记住 要大致了解 它主要跟先天不足有关 为什么说跟后天没有关系呢 你想想 它叫新生儿 新生儿 对吧 它刚伤下来 那肯定是受先天因素影响的 对吧 先天不足 脾肾两须所造成 这是它的病基 我们后边还会再讲到 对吧 先天不足 脾肾两须 脾为后天 肾为先天 对吧 所以这个病呢 主要是先后天的一些影响 影响 而出生时候 对吧 出生时候 难以适应出生的变化 容易发生 硬肿症 败血症 进而窒息 黄痰症疾病 所以像这样的小孩 为什么叫胎弱儿呢 他生下来体质就比较弱 比较弱 出生体重越低 那么器官发育呢 越不成熟 死亡率越高 了解就可以了 没有考点 我们讲课的时候 大家都听 像一老师讲课 对吧 有一个点音头 就是告诉你 考试考哪个地方 对吧 该怎么考 对吧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 去掌握它 如果说你能听课中 把握住 像一老师讲的 这三个方面 无论学什么科目 都没有问题 我们来看病因病机 其实病因病机 我们在讲 对吧 这个病的概念中 概述中 已经讲过了 这个病的发生 先天病不足 对吧 病变脏腑 主要在 这个我们是考过题的 记住 胎切的 主要病位在脾肾 发病机制 是先天病不足 化缘未充 寒养不足 对吧 脾肾两序 这个也考过题 记住 发病的病位 主要在什么 在于脾肾 发病的病机 就是脾肾两序 其实都是围绕 脾肾来考的 这些诊断和疾病 诊断要点的话 对吧 诊断要点的话 一般来说 这个首先要考虑 母亲的因素 因为这个病 是一个新生儿疾病 对吧 它和先天病不足有关 所以说 一般这个孝儿 有早产 多胎 或者孕妇体弱 疾病 胎养不足 对吧 等等 造成先天不足的 各种病因 以及胎盘 期待等异常 等等 生儿出生时 形体瘦小 肌肉呢 肌薄 面色无华 对吧 精神微软 气弱 生气 对吧 生气 气弱生低 顺乳无力 筋脉吃缓 对吧 一般呢 体重低于 2500万克 这是它的客温指标 身长低于46厘米 你老实不是前面讲 三公斤 50厘米 那是正常的 对吧 它比正常的要低 对吧 要低 这些见面子呢 这边呢 胎妾呢 都为低出生体重儿 对吧 低出生体重儿 主要建议两种小孩 一个叫早产儿 一个叫效于胎灵儿 对吧 胎灵儿啊 这两个疾病的气氛呢 因为属于西疾病 而我们讲的叫什么儿科呢 叫中医儿科 你老实像这样的内容考不考呢 这样内容考得极小 但是从临床角度呢 理解的话 大家大致了解 就可以了 对吧 听名字就知道 对吧 早产儿和小于胎灵儿 对吧 早产儿啊 早产了 它的胎灵够不够啊 它的胎灵 未满37厘 对吧 然后剩下的内容 都大致相逢了啊 什么出生时低体重啊 对吧 出生时低身高啊 对吧 以及出生时的啊 这个顺乳五粒啊 对吧等等啊 指甲脆薄啊 可耳朵软呢 对吧等等啊 至于症状表现一样 这两个疾病区别 就在胎灵满不满啊 满这个点上记住 早产儿是胎灵 未满37厘 对吧 而小一胎灵儿 也叫足月小艾儿 它的胎灵呢 满37到42周 对吧 42周 但体重低啊 第2500克 身长呢 头位呢 都多在正常方面内 它主要就是低体重啊 所以叫小于胎灵儿 对吧 比正常的 足月的小人呢 它要小对吧 要体重要小啊 所以这两个区别 你要记住 真说考是考了 对吧 我说真说 啊 这个考的可能不大 如果你早产 和小于胎灵儿 的区别在什么 就在胎灵儿的满一步满 对吧 胎灵吃不足 对吧 这个好区分啊 好区分 两种区分 主要在谁啊 在胎灵 A型体 对吧 还可以从皮肤啊 头发啊 耳壳啊 等外星去区分 一般早晨呢 皮肤薄 对吧 甚至会引起水中 对吧 皮肤发凉啊 皮肤发凉 出现呢 一些啊 胎质多啊 头发乱如毛线啊 对吧 等等这些正厚啊 正厚 耳朵软 对吧 耳朵软 切发燃固啊 切发燃固 而小于胎灵儿呢 皮肤极薄 对吧 皮肤极薄 干瘪啊 脱皮低体重啊 脱皮 没有水分啊 软骨呢 已经发育 对吧 已经发育 头发呢 呈细丝状 但比较清晰 对吧 比较清晰啊 同时呢 脂脚呢 已经达到了 脂端 对吧 脂端 了解的情况啊 这两个 主要在这一点 胎定上区分 这些正确上区分 请做了解 就了解 这些病症要点 我们大家要记住 虽然说 我们在学好 内外肤儿疾病的时候 要手续完成变病 但中医的内外肤儿 变病容易不容易啊 极其容易 你说老师 为什么你这么武断 说它很容易 因为对于内外肤儿 疾病而言 中医的啊 咱不说弃义的 中医的 它一般来说 主宿疾病 对吧 它什么症状 就决定它什么病 很快就能判定出来 它难在什么呀 难在辩证 而我们在中医的 内外肤儿中 在完成变病的基础上 主要考虑就是 辩证病症啊 辩证病症 那么胎气呢 以脏腹辩证为刚 A型T啊 记住这胎气 首先要辩谁啊 变脏腹 这个是我们在近几年 中医的内外肤儿 要考的一个知识点啊 你看 154年考过 对吧 考过啊 15年考过 就是莫为你某个病 对吧 首先变什么 你要记住 胎气这个病 首先要变什么呀 变脏腹 变脏腹啊 变什么脏腹呢 我们前面讲过 无论是他的病位 还是他的病基 都和谁有关啊 匹慎有关 对吧 匹慎有关 但是胎气 他除了匹慎之外 其实他叫什么呀 叫脏腹性有重 这个脏腹就指到五脏腹腹 对吧 他重在变 五脏病不足的轻重啊 轻重 那也就是对于胎气而言 小孩的五脏继续啊 继续 如果这个点考 B星期考过啊 考过 要了解啊 要大致了解 你说老师考过了 为什么要大致了解呢 因为他考的次数 不是很多啊 而且呢 这可以轻轻松松 通过我们中医诊断 讲的脏腹症 对吧 来变出来啊 这废虚者 那废虚了 就找跟肺有关的症状 对吧 肺主气似呼吸 对吧 所以说患者气弱生病 对吧 肺在地和皮 皮肤呢 薄弱 对吧 薄嫩啊 胎毛呢 齐滑在毛 对吧 胎毛呢 细软 所以说跟肺有关的一家子 你也想一下就行了啊 如果心虚的心藏谁呀 藏神 神尾面黄 对吧 面黄 心齐滑在谁呀 在面 对吧 唇甲呢 蛋白啊 蛋白 你说老师这个不对了 唇啊 那是痞的花 对吧 枣是什么呀 是干的花 主要蛋白啊 蛋白 虚理动机 虚理是心肩波动处 对吧 主要不要被这个症状 所迷惑了 这就是我们说了 同学们 一定要懂得取舍啊 取舍 你不知道该取谁 该舍谁的时候 那么考试中容易保不住啊 虚理是心肩波动处 对吧 干虚者 筋脉持缓 对吧 我们说了啊 干菜的和什么呀 和筋 木无光彩 干开窍于 木 一做什么呀 赤丧抽风 对吧 风性主动 我们人体中 干风一动 对吧 所以同学们 你要在 掌握某个支点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住 啊 记住 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对吧 不要被其中某一个症状 所干扰了 所混淆了啊 这些脾虚者 肌肉极薄 对吧 肌肉极薄 软肉无力 神如量少 呛乳乳 对吧 呛乳乳 这些肾虚者 啊 你看脾虚 对吧 脾主要管什么呀 对吧 运化 脾在地和谁呀 和肉 对吧 和肉 和肉 同时呢 脾主运化 会出现脾虚量少 跟饮食有关的 对吧 饮食有关的啊 出现一些黄胆呢 对吧 等等这些症候 如果肾虚者 肾管人的肾壮发育 对吧 对于胎肌肉人 他主要就是脾肾虚 所以一定要找出脾虚和肾虚的症状 这两个是最常考的 最常考的 这些肾虚者 因为肾呢 股管人的肾壮发育和生殖 对吧 所以一旦肾虚了 小孩就会出现形体矮小 对吧 肌肤浅温 耳朵软 对吧 指甲软 骨头软 对吧 等于这种发育异常 那么这就是关于开窃的 五脏虚神的病基 对吧 你要了解到什么症状 对于什么虚 简单不简单呢 很简单啊 这些治疗原则 胎肌的病基关键 我们说了 对吧 它叫脾肾两虚 对吧 因此呢 治疗上以补肾培原 作为主要治疗原则 病基关键是脾肾两虚 治疗原则叫 不慎培原 可以慎文根本嘛 在病人论治 新生疾病最简单 新生疾病三个病 对吧 一个胎窃 一个什么 一个黄胆 对吧 一个黄胆 还有一个叫硬肿症 对吧 这三个症状 就是它的病人论治都不多 而科学的一个特点 什么 我们说它很像内科 它比内科好学还是不好学 内科疾病啊 每个病最少的 也都五个症状 都五个症后 对吧 多了 什么像头痛啊 腺炎 对吧 头痛 还有十多个症后的 对吧 八九个的 八九个的 但是儿科学 好学的原因就在于 儿科学的症后群 它都比较少 你看新生疾病 对吧 新生疾病 胎窃两个 硬肿两个 黄胆三个 对吧 三个 所以说这些症后群 你要学会这样的方法 那如果听过冲刺课的学生 对吧 我去年听过冲刺课 我给大家讲过 对吧 作为胎窃只需要 六个字形了 对吧 六个字形了 这六个字叫什么呀 叫 弱不慎 屈宝源 弱 不 慎 屈宝源 因为像这些疾病 胎窃也好 阴重也好 我们考试考它选方居多 对吧 所以同学们 要把症状和选方 联系起来 对吧 叫弱不慎屈宝源 弱什么弱呀 叫慎经薄弱 对吧 因为胎窃它的两个政务群 主要围绕匹身来说的 对吧 所以第一个 神经薄弱 考试考A型 你问你神经薄弱 选什么方 只要看到神经薄弱 弱不慎 对吧 只要跟慎有关的 慎经薄弱了 就弱不慎 不慎 异黄汤 对吧 不慎经黄汤 那至于虚保炎 虚的话 主要什么虚呢 主要是匹身两虚 对吧 匹身两虚 那跟皮有关的 就是什么呀 就保炎汤 保炎汤 考A二星体呢 对吧 因为我们现在在 6F2中考A二星体 居多呀 对吧 那考A二星体 我怎么知道 是神经薄弱 怎么知道皮人两虚呢 这个更简单 对吧 神经薄弱 跟慎有关的 我们刚才讲 对吧 讲他的五脏虚损病逸的时候 讲了 只要跟慎有关 他都是发育异常 发育异常 什么发育异常呢 你看 慎气化在发 头发息 对吧 耳朵软 耳朵软 指甲软 对吧 骨头软 只要见到这三软的 对吧 头发软 指甲软 骨头软的 都是什么呀 都是圣经薄弱 对吧 圣经薄弱 圣经薄弱 心田一行 对吧 心田 极星 极星 制法的话 那既然圣经薄弱了 对吧 那就补肾一经 对吧 然后冲髓温阳 对吧 一经冲髓 补肾温阳就可以了 代表方济的话 叫补肾地皇上 记住 弱不胜虚保元 考胎妾没有问题 弱不胜不胜的 都是发一场 对吧 徐宝言 须脾身两续的 一偏脾虚为主的 那就是隐食一场 对吧 是不是这样 我们来看看 这些两续症 对吧 反而体苦无力 对吧 多握少动 皮肤干皱 对吧 肌肉体薄 脾再体合成也 和肉 对吧 顺乳无力 对吧 顺乳亦乳 腹脏腹泻 脾病 在中指中 咱们讲了四大症 对吧 至少纳呆 腹脏鞭躺 对吧 见到腹脏腹泻了 腹脏腹泻了 这都在痞 对吧 痞 所以说单纯 三软的骨头软 指头指甲软 对吧 指甲软 指甲软 这些耳朵软 以三软一发一场的 那就是肾 单成肾肌膜肉 对吧 如果要尖痞了 那就是痞成两续 治法中 需要尖痞一肾 对吧 尖痞一肾 温运痞 因为它主要以痞痞为主 四肢不温 温运痞 对吧 选择保炎堂 若不胜 取保炎 知道它以后 没有问题 至于一方面 调控 调控 那我们 最近的一次职业师考试 大的变革 在发生了一三年 那么一三年 对于儿科学的改革 就在两个方面 对吧 第一个 把儿科学 中医儿科学 改得很像中西儿科 对吧 我们前面讲了 你看 我们现在都让你掌握 中医儿科的 这些西医疾病的鉴别 这个多麻烦 对吧 所幸的是 考的次数几少 几少 第二个点 变化点 就是增加了 所有疾病 预防与调控 你说老师 这些内容 会不会考啊 这些预防与调控 就像我前面讲的 对吧 这些西医疾病的鉴别 对吧 儿科学 某个中医儿科 疾病的西医鉴别而言 这些内容呢 你大致了解 对吧 大致了解 真说会不会考 这个要看老师的心情了 对吧 命题老师心情了 虽然跟预防调控 也是这样的 会不会考 会不会考 反正是题目中 有一些细小的一些题目 来考这些点 考这些点 同学们大致了解 就可以了 不做重点 不做重点 因为胎怯的发生 心事儿嘛 对吧 它主要跟孕妇有关 所以孕妇年龄 不易过大或过巧 对吧 高龄产妇 或者胎小的都不行 对吧 有些气质性的一些疾病 比较心肝肾 这些疾病的不易人身 对人身 我们搞儿科的 对吧 大家都知道 对吧 儿科大夫什么呀 现在比较稀缺 比较稀缺 现在我们搞要职业考试的方针 对于儿科和急诊 都网开一面 对吧 只要你报考职业一的时候 对吧 老师呀 我是搞儿科的 我是搞什么呀 搞这个 这个急诊的 对吧 急诊的 我将来我也不想换专业了 就想在这两个课目干下去 对吧 奉献我的光和热 那么你就可以申请加分呀 对吧 我们现在直接考试 你说老师怎么加分呀 他还在考试嘛 可以单在职业师考试考试 技能考试完结束之后 再单独考一门急诊 考儿科 那么你的分值 会加到你比试的分值上 也就是平白你比别人 多一门课 对吧 多一门课 那么为什么这样呢 为什么要对儿科急诊和 儿科和急诊 网开一面呢 就因为现在我们的儿科医生 咱不说急诊 咱讲儿科就说儿科 对吧 现在儿科医生的缺口非常大 非常大 中国的儿科医生缺几十万的 几十万的 你说老师 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儿科 不愿意儿科 第一个 大家都知道儿科呢 比较辛苦 我有几个同学在儿科 那基本上真是 叫什么呀 叫 朝五晚九啊 对吧 早上五六点就去了 晚上呢 什么呀 八九点才回家 回家 有的时候八九点还未必回到家呢 特别忙 第二个呢 儿科诊病呢 不易 我们前面也说过小儿特点 对吧 因为小孩呢 他不像内科一样 他来了 他的表述很完整 对吧 你一听 对吧 大致心里有个普通 知道什么疾病 对吧 第三个呢 因为小儿呢 他小 他耐受性的差 对吧 他还不像成人一样 成人呢 因为老师呀 孕药对吧 他的孕药的这个 预指 安全预指比较大 但儿科呢 不一样 对吧 儿科因为他小儿对药物的敏感度比较高 极容易发生各种风险 我们全国的恶性医疗事故 对吧 绝大多数都来自于两个科目 一个就是儿科 一个就是妇产科 对吧 妇产科 孕妇啊 孕妇啊 为什么说绝大多数发生人 因为这两个科目 对吧 一旦发生医疗事故之后 大多都是比较恶性的啊 恶性的 而这些恶性的呢 因为小孩出了问题 孕妇出了问题 好多这个患者呢心里边接受不了啊 接受不了 大家都听过对吧 北一三院 因为啊这个孕妇对吧 年龄大了 医生都建议他说你不要再生了 对吧 你的身体条件呢不易怀孕啊 不易怀孕 这个孕妇呢不听对吧 你不能剥夺一个当妈妈的这个啊 这个权利对吧 非要怀 怀的结果就是什么呀 就是啊 这个目前孩子都没有保住对吧 没有保住 那么这个点你大家了解的是什么啊 这个属于临床的基本常识啊 如果患者有严重的一些气质性的一些疾病 对吧 脏腹疾病 心肝肾 心肝肾 不易人肾啊 高龄产妇 一定要慎重啊 临床处理中 孕妇同时还需要营养 对吧 保持新人愉悦等等 这都是基本常识对吧 常识 需要防止各种集中传染病和人生高血压综合征等等啊 等等 如果胎儿就发生胎尾部长对吧 可以由孕母呢 服药来补肾培员啊 补肾培员啊 补肾培员 也就是如果发现小孩发业不好了对吧 那么在母亲过去 不要等到小孩生下来让小孩吃对吧 母亲自己就可以补补啊 补补 这一条户啊 胎前大多呢 阳气不足 所以第一个要注意什么呀 保暖对吧 保暖 这跟什么呀 跟硬种症对吧 小儿心肾儿硬种症 差不多对吧 按照体重日龄对吧 来计算热量对吧 充分补充什么样热量 尽量摸入什么样 胃影啊 同时保持空气新鲜 了解就可以了 只是一些特殊点啊 这第一个病叫胎气 对吧 第二个叫硬种 硬种 硬种啊 硬种 发病特点的话 我们前面说了 对吧 硬种硬种 它有个别名 西医别名叫什么 叫心肾儿寒冷损伤综合症 寒冷损伤综合症 寒冷损伤综合症 那肯明年 病因中跟上没有关啊 跟寒冷有关 对吧 所以硬种呢 发生是因为寒冷 和多种疾病影响 什么疾病呢 除了寒冷之外 剩下就是一些感染 对吧 感染啊 所以说寒冷 多种疾病影响的 皮肤和皮下脂肪 硬化和水种 硬种一种 两个对吧 一个硬一个种 对吧 硬化水种 肠瓣有什么呀 体温低和多脏脂功能低下 我们前面讲了 对吧 我们没学一个疾病 你手上变病 对吧变病 开戒什么 就是出生低体重 低身高 对吧 低身高 硬种什么呢 硬种就是一则皮肤硬 皮肤水种 第三个就是什么呀 就是低体温 第四个就是 多脏脂的功能 你想想 当寒冷的时候 你的功能啊 你脏脏功能是亢奋 还是抑制呢 都是抑制的 对吧 所以说多脏脂功能低下 低下 所以只要见到皮肤硬种 低体温 以及脏脂功能低下 甚至脏脂功能低下 你说老师 从这样看不出来 你只要看到低体温 皮肤硬种 这两个症状 就知道 这说明啊 硬种症 脉硬症 主要发生在什么季节呢 寒冷季节 什么时候寒冷 冬春季 对吧 所以说它主要发生在冬春季啊 尤其是我国北方 对吧 多分省份 发病率较高 较高 较高 如果因为早产 或者感染引起的 也可以发生什么呀 发生 发生于夏季啊 等等其他因素 对吧 因为我们讲了 它除了寒冷之外 还有感染 对吧 感染 呼吸窒息对吧 窒息等等 也会引起硬种啊 硬种发生 多发生在初生 七到十天的新生儿 它叫新生儿疾病吗 对吧 以胎前而多减 虽然头两个疾病呢 它是紫背病 对吧 发病有什么 有相互影响啊 影响 A型体 那记住啊 考试让你选择啊 让你选择 问你硬种症的 主要表现什么 对吧 硬种主要表现 老师皮肤硬种 我知道 但不要忘了 还有谁 还有低体温 对吧 低体温和皮肤硬种 是它的主要特点 主要特点 主要发病特点 进而由于受寒 早产 重症感染 窒息等原因 都可以引起病病 这个病因呢 了解吧 对吧 了解啊 这些西病因 不是中医病因 这个西病因 大致了解 那如果新生儿应种 重症呢 预护比较差 对吧 严重的会出现 脑出血啊 羞愧啊 等等这些啊 所有几病重了 对吧 都分轻重 对吧 重了都预护不好 没有什么难点 了解就可以了 啊 了解了 这是关于硬肿症 对吧 硬肿症啊 小孩出生是低体重 硬肿症 皮肤硬肿 对吧 硬肿 这个看不到啊 看不到 有点黑啊 有点黑 不稍微 同学们只要知道皮肤 硬成什么样 硬成一块木板一样 对吧 就硬肿症啊 硬肿症啊 内阴 对吧 是肾阳 去衰 对吧 外阴是感受寒血 总而言之 对吧 主要硬肿症 它是寒冷 这个寒冷分外寒和内寒 外寒就是感染 感受寒血 对吧 内寒 我们说内寒的产生 跟机体的阴气和阳气 谁去衰呢 主要是阳气衰 而人体阳的根本是什么阳呢 是肾阳 这个点考试考B型体啊 所以硬肿上内阴 肾阳去衰 外阴是感受寒血 肾阳寒血 那么你看 它底下就是对于这两个因素的 这个总结 对吧 它主要以肾阳去衰为主 它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脾阳不振 对吧 如果心电不足 阳气衰 腹肝寒血 对吧 反感觉 就出现肌肤僵硬 因为寒性凝滞嘛 对吧 深冷止觉 如果脾阳不振 对吧 水势不化 因为脾柱运化 两个含义 对吧 一个运化水势 一个运化水谷 如果不运化水势了 就会引起水种 对吧 水种啊 严重的会出现血落瘀制呀 血不群 进而外溢 引起脑出血等动作 这是它病肌的一个简单衍生 总体只要知道 它考什么就行了 它的外因是感受寒血 它的内因 主要是肾阳虚衰 至于这个病的诊断要点 我们说了 对吧 大家不需要按照教材的 这些内容来讲 对吧 你按照教材内容讲太多了 对吧 它的诊断主要就是两个症状 对吧 再加一个又一阵寒冷 对吧 主要症状就是低体温 低体温以及皮肤硬肿 对吧 你看 诊断要点 大致的你自己会说 对吧 不一定非得按教材来 对吧 寒冷季节 环境温度低 保温不够 对吧 早产或者昨夜小婴儿 有感染窒息 产生热量收入不足 这些病史 对吧 第二个呢 低体温 对吧 低体温 全身或者手足冰冷 它有没有具体的指标呢 这就是C和中医的不同 对吧 我们中医讲到 它低体温就行了 对吧 温度低就行了 但是C的往往有烈化指标 它低了 它低到什么程度 你看体温多小于35度 对吧 严重的会小时30度 同时呢 患者在双下肢 臀 面颊 双上肢 背 胸腹 这些呢 出现一些对称性的硬动 硬动 患而是多动 还是不动呢 这很明显 寒冷的时候 实验一动 对吧 小患而呢 不吃 不哭 少动 对吧 少动 严重的会把脑出血 一起多脑 你不能甩解 甩解 这些实检查 什么红细胞 压积 身高啊 这都不作为重点啊 不作为重点 因为什么呢 因为对这个病呢 它的实验指标 没有明显的一项啊 没有明显 没有对 至少对考试而言 它没有什么确诊指标 对吧 确诊指标 我们只要掌握住症状 就可以了啊 这病 所谓的分度 分度 建议这个病呢 是只有职业才考的啊 而且呢 这个病不是儿科学的重点疾病 所以它分度呢 不像我们在内科学的高血压的分度 对吧 那个心衰的分级 对吧 心衰的分级 那么重要 它只需要大致了解就行了啊 所以病情的分度 第一个看什么 看温度 对吧 温度啊 温度 温度 轻度的温度大于什么呀 35 对吧 大于等于35 中度的小于35 重度的小于30 对吧 小于30 三十 第二个呢 这些钢温差不用掌握啊 第二个大了解 硬度的范围 对吧 轻的硬种啊 占全身面积的上面 小于全身面积的20 对吧 中度的20%到50 重度的大一%50 这些轻度的改变 轻度的往往没有 或者轻度功能低下 对吧 那么中度的功能 损伤的明显 重度的功能呢 衰竭 出现弥漫性啊 弥漫性的一些出血 对吧 或者是被出血啊 啊 被出血 啊 这是关于它的分度 你大了解了 其中有意义的 叫大了解 第一个是钢温 对吧 第二个是硬种 硬种的范围 对吧 硬种范围 这是有可能考的地 啊 考的地 那么这是关于啊 关于硬种的分度 至于新生硬种啊 这个面积怎么范围 怎么计算 不够增并啊 不够增并 至于健病者的第一个 让和新生水种来鉴别的 水种多是什么呀 多是肾的病 对吧 多是叫泌尿性的疾病 啊 泌尿性的疾病呢 居多 那老师你看 刚才讲了硬种 这种硬种 它除了皮膚硬 它有水种 它有皮下水种 那么它和新生水种 怎么区别呢 新生水种 往往有先天心脏病 对吧 它要么新的病 要么肾的病 对吧 或者新生涯溶血 低蛋白血症 身功能障碍 对吧 维生性缺乏 对吧等等啊 身后任何时候 都可以发生 它不一定是刚出生 对吧 身后任何时间 都可以发生 这是第一个 这个发病 时间段的区分 对吧 第二个表现为 多位凹陷性的浮种 但不硬 对吧 它肿而什么呀 肿而不硬 对吧 肿而不硬 肠筋 眼睛 足背 外阴 这些不硬 皮肤呢 不红 没有低体温 你学的时候 听话听音 对吧 学的时候 一定要掌握住重点 所以硬肿症 它是硬肿 加什么呀 有皮肤发硬 有水种 有低体温 对吧 这三个核心症状 而水种呢 它肿而不硬 同时呢 没有低体温 这不就 一下子就鉴别开了吗 对吧 第二个人 和新生皮下坏剂来 见别的对吧 这个往往有一些 金色普桥菌呢 链球菌感染一起的 对吧 多见背臀底 等受压迫的部位 这第一个点 受压部位 受压部位 旧皮肤变硬 你看老师太硬 发红 发红变硬不清 面面中要出气 胶硬 以后呢 软化对吧 以后呢 会变黑 第一个 它会变色 对吧 变色 它虽然硬 它会变色 重着它会出血 和溃痒 它会形成溃痒 它有没有低体温呢 没有对吧 没有啊 我们来看一下 辨证论治 对吧 这个病呢 临床中 从虚实寒于辨证 了解 不得重点 它不像前面讲的 胎界一样 对吧 需要掌握 它的典型的辨证要点 对吧 那么寒症 寒症全身的 浅瘟 将握什么呀 少动 对吧 血液症的话 往往呢 在本病呢 普遍存在 为什么呢 你想想 当体内有寒血的时候 我们的血流速度 变快还是变慢呢 辨证论往往是变慢的 慢了之后 就极容易形成什么样 形成血瘀 我们叫寒宁血瘀 对吧 血瘀 变成的就是肌肤呢 颜色呢 紫暗 对吧 紫暗 只要原则 A形体 靠谁要靠的 因为对这个病而言 对吧 一则是寒 二则是什么样 是瘀 对吧 寒的话 就要温阳散寒 二则瘀的话 就要活血化瘀 你只要明白啊 作为硬种中的发生 对吧 主要跟寒和寒有关的 寒分外寒内寒 对吧 外寒的话 三寒就像 内寒的话 就要温阳 对吧 寒的话 那就活血化瘀就行了 只要了解每个疾病 从哪出题 学起来轻而易举 分证论治 分证论治 你看老师前面讲了 对吧 应种症 对吧 胎械症 对吧 两个症 六个字就行了 那应种症 对吧 也是两个症 那六个字行不行啊 也可以 对吧 有个事 那么可以的点 就是这么样 你要记住 作为应种症 叫什么 叫寒当寒 寒当寒 阳身符 阳身符 因为作为啊 作为应种症 对吧 应种症 它主要跟寒有关 这寒分外寒和内寒 外寒的话 叫寒淫血色 内寒的话 叫阳气虚衰 对吧 所以寒当寒 如果因为外寒引起的 那就当归四米汤 当归四米汤 如果阳气虚衰的 那就选身符汤 对吧 多简单 其实讲到这儿 病又完结了 对吧 不光是我们要 循序现在往下讲 有的学生呢 基础不是带好 对吧 我们再简单讲 这样辩证 你老是对症 选方我会了 那辩证 寒淫血色 阳气虚衰 我不变呢 那一个外寒 一个内寒 没啥难辩的 对吧 没啥难辩的 我们来看第一个 寒淫血色 这个是外寒 内寒 那是外寒 是实寒 对吧 直寒 所以患者全前纹 四十八量 低伏硬重 对吧 这是变病 还是变症啊 这是变病的 对吧 这告诉你是 硬种症 对吧 硬种 你记住 寒淫血色的 外寒的硬种 做局限 你把局限量 都圈起来啊 就是外寒的硬种 是局限在 臀小腿 臂面颊颊等部位 对吧 面颊等部位 色呢暗红 对吧 青紫 或者红绿的动物伤 哭声呢 低 对吧 这些都没有意义 第二个点 但是呢 在指纹子质 指纹子质 子是血鱼 对吧 智呢 你要记住 我们叫 但智定虚实 对吧 小儿望指纹 很有意义啊 对吧 这是在 别的科目没有的 因为只有小儿 在望指纹 望指纹 望指纹的时候 你记住 我们叫 但智定虚实吗 但虚致实 所以这是一个 识寒而虚寒呢 识寒 对吧 识寒症 识寒症 寒凝血算啊 对吧 知法中 需要温精散寒 活血通脉 把它标一个星 是一个难点啊 难点 也是考试的重点啊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一会儿讲 第二个证 你比较就知道了 你比较出来 选方的话 就是叫 寒当寺 当归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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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叫 阳气虚衰 我们已经告过了 对吧 全身冰冷 几乎百应而重 对吧 百应而重 范围波及全身 所以这两个病啊 对吧 对于这个 应伦而言 这两个症而言 对吧 特别容易 对吧 叫什么呀 叫 你要记住 叫寒当寺 阳身符 对吧 寒当寺的话 寒宁血色的 当归逆方 寒当寺 你记住什么呀 是局部硬种 对吧 而阳身符 阳身符 全身冰冷 对吧 全身冰冷 只有百应而重 它叫 硬种 波及全身 全应而重的 就是阳气衰 对吧 阳气衰 那么第二个点 什么 呼声低弱呀 气息微弱 对吧 尿少面 苍白 这都是喊到指标 没有什么特征呢 特征在指纹 指纹什么呀 淡红不行 指纹淡 指纹淡 我们说淡之定 其实淡红了 那就是虚呗 对吧 阳气虚传 对吧 有这两个点 那这个证 完成这个辩证 不费春灰之力 对吧 知法的话 需要一起温阳 温经 通经活血 对吧 选方的话 阳身符 选到身符汤 身符汤 这个学完了 对吧 你老师 在掌握住了 掌握住之后 把这个知法 又划成点 这个点 我们前面讲了 对吧 作为硬种证 总的知法 需要什么 需要温经 三岸 活跃化鱼 对吧 因为它主要是寒和鱼 对吧 寒和鱼 这两个知法中 大家看到 对吧 都有什么 都有温 对吧 都有活血 对吧 都有活血 活血 区别定 你看 都有温 对吧 温 一个叫温经 对吧 一个叫温阳 对吧 温阳 第二个 都有活血 怎么区分呢 同学们 要保住重点 第一个叫 韩宁血策 以谁为主 以寒为主 所以在知法中 要强调谁啊 散寒 复杂到考试中 同学你自己 比较比较 这两个知法 特别像 都有温 都有活血 对吧 怎么区别 你要记住 韩宁血策 叫外寒 对吧 所以一定要温经 散寒为主 对吧 第二个洋气虚衰 对吧 他叫洋气虚 对吧 虚 洋气虚 洋虚就是气虚加含像 所以说他有多一个什么样 反而气息微弱 多了意气 他是虚症吗 就是他要意气 你要没有这两个点来区分 这个知法考试中容易错 而科学他的难点不在别的 他的辩证 甚至我在一定印象说 他的透露疾病 还有他的生理指标 你要学都不难 都不难 都不难 因为什么 因为他就算 你说老师 就算儿科特殊的 对吧 他学起来总用什么 他没有多少魂晓胆 对吧 儿科学其实最难什么 就是知法 儿科学最难就是知法 你老师知法 你不是前面讲过吗 对吧 我们在技能也好 在比试要考知法 基本上都是什么 都是对症候 主要是对症候治疗 对吧 他是学医的 就怀疑怀疑 对吧 他是寒症的 就散寒 对吧 他是阴虚的 就什么样 自阴 第一 主要是对症候 部分会对什么 对症状 对吧 对症状 主要症状 他是感冒的 需要什么 需要截标 对吧 如果他什么 他是这个痛的怕 胃痛的话 需要止痛 对吧 止痛 他说呕吐的话 需要止疼 对吧 止疼 所以说 知法基本上 对应这两个就可以了 一个对症候治疗 一个对症状治疗 对吧 你说老师知道 这两个知法 通通都没有问题 知道这两个 剩余外富 对吧 内外富 绝大多少 80%到90%的 掌握这两个 这都没有问题 但儿科学呢 有很多特殊知法 特殊知法 特殊知法 有的时候 你用这两个 对症候治疗 对症候治疗 推不出来 或者推的是错的 所以在学这里的时候 你一定要留个心眼 学知法的时候 一定要留个心眼 省得考试中选错 选错 我说了 虽然说他很什么呀 很坑人 但他毕竟有什么呀 有体势 对吧 寒凌的要散寒 阳气虚衰的 要什么呀 要一气 这样这些点 讲课的时候 别老师很难讲出来 给你对吧 我给你讲出来了 考试中不能在这方面说错 对错 除了辩论论之外 一些其他知法 比较小 中药的外夫 推拿疗法 扶门疗法 了解的情况 不较重点 至于预防调控 对吧 做好孕妇保健 都是新生疗疾病嘛 孕妇保健 对吧 防止产生窒息 避免早产 避免早产 如果说严冬季节的 要做好什么呀 保暖 你要记住 对这个疾病而言 它主要是保暖 保暖 这一调护 调护 要注意消毒隔离 防止脚叉感染 对吧 患儿的医备 尿部尽量什么呀 尽量清洁柔软干燥 对吧 干燥 所以我姿势 必须什么呀 请更换 严禁 发症 要严防 发生各种严重的病发症 这第二个 新生疗疾病 好学吗 六个字呀 对吧 这个是新生疗疾病的重点 我们人生下来不公平 对吧 有的生的是发二代 有的什么呀 小医切打拼靠自己 对吧 我们疾病 其实也是先天 这个不公平的 不公平的 那在职业考试范围内 在新生疾病中 十拿九问的 因为我们基本上 在现在职业考试 基本上是各个单元 对吧 每一科的各个单元 它都有题目出现 外户出的多一点 或者少一点 对吧 少一点 那如果说在整个儿科学 考新生疾病的话 十拿九问 黄蛋 胎黄 是少不了的 是跑不掉的 跑不掉的 所以对胎黄 要做重点学习 那胎黄是什么 跟我们内科学的一样 对吧 你提到内科的黄蛋 你记住三黄 叫什么黄 叫木黄 深黄 小边黄 那作为新生儿的黄蛋 对吧 胎黄 也是一样的 对吧 那么新生儿胎黄 以新生儿出生后 皮肤面目 出现黄蛋为主 对吧 黄蛋为主 我们在内科 还讲过一个点 对吧 小儿三黄 深黄 木黄 小边黄 以什么为主 以木黄为主 那新生儿 也是一样的 木黄 对吧 木黄 那么因为胎病有关 所以说叫什么 也叫胎黄 或者胎胆 相当于西的 什么呀 新生儿黄蛋 所以现在中医而科 越来越像中西而科了 这个发病多发于 早晨而多胎而 素体虚弱的新生儿 新生儿脊病吗 这个能理解 对吧 如果50%的族元 和80%的早晨上 都见黄蛋 你说老师这句话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在我国 这个胎黄的现象 多不多呀 多 但是你要区分开来 对吧 如果小儿出生了黄蛋了 是不是一定是病理的呢 也不是 对吧 也不是啊 这样住院新生儿的 20%到40% 也就好多小儿住院了 好多人因为黄蛋 黄蛋 但是黄蛋呢 它也分新生儿 生理性黄蛋 和病例黄蛋 对吧 病例黄蛋 部分高胃结合胆红素的 胆红素症呢 会引起一些胆红素的脑病 叫核黄蛋 对吧 一般多理由后遗症 严重呢可以导致死亡 但是少啊 小儿黄啊 黄的黄里发射黑 对吧 发射黑啊 这些病因病例的话 新生儿病例黄蛋 病例黄蛋 发生的语言很多 你看它直接病例黄蛋了 因为我们针对的 生理的病例的 我们要去治疗的 不是生理的 生理的 不用管它 10到10天就消退了 两周左右就消退了 而病例黄蛋呢 三周四周都不消退 对吧 所以这种都需要治疗 所以我们针对的治疗 对吧 针对的病因 它主要针对的病例的 病例的 那么引起生上病例黄蛋呢 原因很多啊 主要是胎病 湿润 对吧 黄蛋 一定少不了谁啊 湿 黄蛋的变症 我们在内科讲 首先要变谁啊 变阴阳 对吧 阳黄和阴黄 那么阴黄阳黄 阴黄阳黄 无论阳黄 无论阴黄 它都发病少不了湿 对吧 阳黄那叫湿热 阴黄那叫寒湿 对吧 寒湿 所以说你看 它主要的病机 就是什么呀 胎病湿润 对吧 有湿热 还有谁啊 还有寒湿 对吧 寒湿 久而久之 久病入落 会引起血瘀 所以说作为黄蛋 它这三大病机 一个湿热 一个寒湿 一个血瘀 它的正会 就算这三个 病病部位 主要在谁啊 在肝胆脾胃 考试A型T 胎黄的主要病位 在肝胆脾胃 我们叫肝胆脾胃 脾胃 对吧 大家在学中医诊断 学这门课的时候 对吧 肝胆 湿热 和脾胃 湿热 共同症状 都见什么呀 都见黄蛋 黄蛋 所以这个 你要记住 而且都是牙黄 对吧 所以对于肝胆脾胃 你要记住 不要认为黄蛋 黄蛋 西认为它主要是肝 对吧 但中医认为 它既有肝胆 湿热 有脾胃 脾胃 激发病 基础主要是脾胃 湿热 或者寒湿内孕 对吧 干湿 输血 胆 之外溢 对吧 外溢肌腹 而引起黄蛋 黄蛋 至于鉴壁整段 只要让你鉴别生理性和病理性 这是黄蛋的 心机考点 考试频率极高 在历年黄蛋的命题中 它绝对是排成号的 排成号的 除了病人论址 这个就是最主要的 让你区别生理性和病理性 生理性黄蛋和病理性的鉴别 它头两个方面 主要在于黄蛋出现的时间 和黄蛋消退的时间 你看 生理的黄蛋出现的时间 出生后两到三天 再把两到三天 病例黄蛋出生后 二十小时内就可以出了 生理性呢 生后两到三天再出 而病理性呢 出生的第一天 二十小时内就出了 对吧 这些发展四到六 达到高峰 发展快 这个没有考 考试不会考 这是第一个要考的 对吧 记住啊 比较出现的时间 要比较考试要考题的 这个第一个点 对吧 第二个消退的时间 消退人 消退时间麻烦 麻烦 比这个出现的时间要麻烦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消退的时候 小儿分身边 分足月儿和早晨儿 那么足月儿和早晨儿的 消退时间一样不一样呢 那肯定不一样 对吧 足月儿体质呢 比较强健 它消退的什么 消退的快 几周啊 两周 对吧 两周 而早晨儿呢 一般体质呢 虚弱 它消退时间就长 三到四周 这两个数字都曾经考过 记住啊 你老师会考 单选这个啊 不会 它大多是放在答案中 去混淆你的啊 记住 各位生理用皇带 对吧 早晨儿两周 足月儿三到四周 对吧 另外一个介绍 就是面看二和四 对吧 早晨儿的虚 对吧 虚 所以说它的消退时间 基本上是翻倍啊 翻倍 是足月儿的翻倍啊 两次 对吧 也是一个记忆方法啊 记忆方法 而备令皇带呢 足月儿 那就比生理的要常败 足月儿大于两周 早晨儿大于四周 对吧 或者皇带退而复现 只要只要提到皇带 退而复现了 那就是什么皇带啊 备令皇带 所以 新生儿 生理皇带 那备令皇带的积分 同学们记住 主要的考题在于 出现和消退时间 啊 消退时间 至于程度的话 这个 因为它不是具体指标 对吧 那你就想了 生理皇带轻 还是备令皇带轻啊 肯定生理皇带轻 对吧 所以说它 成状 程度轻 对吧 而备令皇带 程度重 这个考试会不会考呢 不会考的啊 要考谁都会 对吧 谁都会 第三个 伴随症状 伴随症状 伴随症状的话 那你就想了 对吧 生理皇带轻 所以它伴随症状就少 对吧 偶尔又失忆不振 对吧 失忆不振 不伴有临床症状 对吧 而病的皇带 多伴有各种 临床症候 这两个是极其简单的 同学们记住啊 主要点考定在那 啊 这些实验检查啊 实验检查 这个疾病呢 主要看什么呀 看胆红素 对吧 血清总胆红素 对吧 还有什么呀 直接胆红素 健健胆红素 对吧 身高啊 肝对吧 那就肝公脉 ALT AST 对吧 异常 这个我们在考试中 极难出现 所以同学们 请多了解的情况啊 这些见面准胆 对吧 见面准胆 第一个让你见面什么呀 溶血清黄胆 对吧 溶血黄胆 溶血黄胆呢 比较重 对吧 到冲冲在二小时以内 出现黄胆 并迅速加深 有什么呀 有贫血 溶血 溶血呢 有贫血 肝皮准胆 对吧 重的会出现 随重心理衰竭 心理衰竭 严重呢 会伴随 胆呼吸脑兵 对吧 河边当中呢 早产了呢 更容易发生 所以对溶血黄胆 一篮 这些西医疾问 会不会考的 可能性绩效啊 绩效 你记住 他第一 出生二小时 对吧 第二 滑冰什么呀 加重 对吧 准胆加重 贫血 肝皮准胆 对吧 了解就可以了 对就可以了 至于第二个 新生感染性黄胆 对吧 感染性黄胆 多别人黄胆呢 持续不退 或者两到三之后 又出现 对吧 细菌感染 是导致新生 高胆呼吸脑的 一个重要原因 对吧 以什么菌呢 以金黄色 普流菌 大胆杆菌 应该最多 对吧 最多 那你这做什么 做血相 就能看出来 对吧 病毒 有的时候也感染分 细菌感染 病毒感染吗 对吧 如果病毒感染 作为宫内感染 对吧 比如一些聚细胞病毒 就是乙肝病毒 对吧 等等 等等 这些呢 别说这里边 还有一道考题 因为这道考题呢 不是我们在 这个中医儿科考的 对吧 这个内容呢 在西诊容易考 因为我们中医道学 西诊断学嘛 对吧 叫阻填黄胆 常见的主要是 先天性胆道急性 对吧 阻塞了 阻塞了胆质的 胆质的这些排泄 对吧 或者是结合胃 结合胆黄素的排泄 那比如说 先天胆道闭锁 对吧 胆总管囊肿 对吧 身后一到四周 出现黄胆 对吧 以结合胆黄素身高为主 身高为主 大便呢 颜色变浅 变浅 或者称白陶土色 这就是西诊的一个重要题 A1和B1形体 左边黄胆 它会见什么 会见陶土 白陶土上大便 就是大便没有颜色 没有颜色 没有颜色 尿胆黄素呢 阳性肝脂肿 等等 做B超呢 看到胆道闭锁了 这个能做诊断 对吧 能做确诊 主要在于考点 在于陶土上大便 大便 中医诊断也在这儿有过题 对吧 对于膜入胆黄胆 这些个体的异常 对吧 纯膜入胃氧的 生长发育好 对吧 除外 除外其他因素黄胆因素 对吧 如果视听膜入胃氧之后 就是膜入胃氧停止之后 这黄胆自然就消退了 这叫膜入性黄胆 少 主要 主要 这个是上面几个 上面几个 这些黄胆的变长点 以上的这些西医疾病 我们说了 在中医儿科内所学的西医疾病 大家只是听听就行了 你说老师会不会考 老师也不给你打保票 对吧 有一天 忽然哪个老师心血来潮了 对吧 考你一个 对吧 你听听说 那也是极少的 老师学不学 不错中点学 你有时间的话 看一看就行 对吧 变成论知 变成要点 要记住 黄胆首先要变什么 我们在内科学讲的黄胆 首先要变阴阳 变阴黄 阳黄 但是胎黄首先要变什么 变生理和病例 这个点 记住 生理病例怎么积分 我们说了 考试的点 主要在于黄胆出现的时间 消退的时间 程度的轻重 以及半次症状 但主要考点 在于黄胆出现和消退的时间 如果变完生理的和病理的 对吧 然后再变什么 阴黄阳黄 也就是对于黄胆 无论内科 无论儿科 都少不了什么 少不了阴黄阳黄 阴黄阳黄 阴黄阳黄同学们 就避着眼睛会选择 只要黄色鲜明的 那就是什么 就是湿热 就是什么黄 就是阳黄 属于使证 对吧 战云其平缓慢 对吧 黄胆日久不予 色泽慧暗如阴熏的 对吧 都叫什么黄 阴黄 跟什么有关 跟韩世有关 对吧 韩人有关 多是一些虚证 虚证 这些欲击发黄的 黄胆逐渐加重 伴随 杜甫 杖满 他往往伴随一些肝脏 甘种的对吧 分种的 都是虚证加实证 这是关于三种黄胆 要变阴黄 阳黄 要变虚实 对吧 虚实 好 太黄 辩证三不去 对吧 我们前面讲了 作为一个小儿黄胆来找你了 对吧 首先要变生理的还是病理的 对吧 第二个在变是阳黄 还是阴黄 对吧 那么在儿科黄胆中 对吧 他还要变 辩证 辩证 你老师 辩证是什么含义呢 在内科 在外科中 极少讲了 对吧 这不错 这是因为 这是一个儿科学的特性 我们小儿呢 传辩迅速的小儿 讲病理中 对吧 传辩迅速 传辩迅速 所以说辩证 是儿科学的一个特点 特点 能够引起辩证的 轻而重呢 都是比较重的 对吧 长症都相对来说 辩证都引起较重 对吧 所以儿科黄胆 辩证三要点 对吧 第一个先变 生理兵理 第二个再变 阴黄阳黄 第三个再变 辩证 辩证呢 是一三年大纲 加入考试方案内的 对吧 他主要 黄胆有两个辩证 一个叫胎黄动风 一个叫胎黄什么 虚托 对于胎黄动风而言 风性主动 对吧 他主要出现 肢体的异常动态 对吧 什么神魂周术 脚弓反正 那么这个 只要有肢体的一场动态的 就叫胎黄动风 对吧 如果伴随 七托症后 七托症后 亡阴亡阳症后 叫什么 叫四十觉冷脉为解 主要亡阳为主 对吧 亡阳气了 那么这叫什么 只要胎黄虚托 对吧 胎虚托 那么作为治疗原则 黄胆 胎黄的治疗原则 生理性的黄胆 能够自行消退 一般的不需要处理 而作为病例性的胎黄 对吧 主要以立施推黄为主 我们说了叫胎病湿润 对吧 是黄胆的主要 这病名黄胆的主要病急 对吧 所以说那黄 有湿了就立施 黄胆了就退黄 对吧 立施退黄 我也基本知道大法 这个提问太容易 考的可能性了 不大 我们再来看分证论治 从黄胆开始 对吧 他就不像前面讲的一样 对吧 他都是长症 到了黄胆 他分长和变 长症为主 还是变症为主 我们在临床 见到变症的黄胆 较少 主要是长症 长症的黄胆 我们说了 新十二疾病都有个规律 都是六个字 对吧 六个字学新十二疾病 新十二疾病 三里一十八 对吧 十八个字就掌握住了 掌握住了 所以新十二黄胆六个字 长症你就是叫什么 叫热阴 热阴 寒里 淤血 什么意思呢 热阴 只要是湿热熏中的阳晃 叫阴沉 好汤 对吧 阴沉好汤 叫热阴 对吧 因为老师辩证呢 那同学们都得会辩 只要湿热黄胆了 黄胆 面色皮肤发黄 对吧 面黄木黄 深黄小面黄 对吧 深黄木黄 深黄小面黄 那么第二个辩证要点 辩湿热 第一个特征看什么 看黄的颜色 对吧 作为湿热熏中的黄胆 色则鲜鲜 对吧 鲜鲜鲜 如橘子皮 对吧 第二个辩证要点 所有在中诊 我们考过这个题 对吧 所有藏不湿热 都见胎什么腻啊 黄腻 那老师中间这些症状呢 你有兴趣看看 没有兴趣就可以不看 对吧 只要有黄子 酸鲜鲜鲜鲜皮 再加胎黄腻 那就是什么呀 就是涉了寻症症 中间这些症状 有的学生就太迟了 老师你看 一个辩证 怎么可能只掌握主要的 所有都掌握吧 你没有那样时间 而且这些症状 都是干扰症状 你多学了无异 无异 对于同学二民 只要掌握住黄胆 酸鲜鲜鲜鲜皮 对吧 胎黄腻 就涉了黄胆 就行了 对吧 制法中 需要轻热的历史对黄 选方选的阴沉 猴腾 对吧 阴沉猴腾 这和内科一样 基本一样 对吧 内科中 不过麻烦的 就是内科的诗和黄胆 分热中于诗 诗中于热 对吧 那在内科选的 阴沉猴腾 用于什么呀 用于热中于诗型的黄胆 对吧 但是在儿科学 它不分热中于诗 诗中于热 只要诗和黄胆 叫阴沉猴腾 阴沉猴腾组成什么 好 德团老师方选学不会 我们在这给大家提个醒 对吧 方选所有学不会的原因 在于你没用 对吧 你在学内外富儿的时候 你有意识地把方选带进去 学一遍 对吧 那阴沉猴腾 我们说了 在儿科中 我们常有一个忠诚 叫阴至黄口菲 对吧 那就是阴沉猴腾组成 对吧 阴至黄口菲 阴是谁呀 阴沉 不用说了 对吧 直是什么呀 是直子 黄口菲 黄 这个学生 黄不是黄连 不是黄金 不是黄白 黄是代黄 阴至黄口菲 就是阴沉猴腾的 圆方组成 阴沉直子代黄 直子代黄 有兴趣 可以学学 对吧 第二个证义叫 韩氏祖之争 对吧 韩氏祖之争 韩氏的都是什么呀 都是黄色灰暗 如阴熏 对吧 黄色色灰暗 色灰 韩的话 四肢欠什么呀 欠温 对吧 韩氏如昆品 纳带变糖 对吧 同时最主要的是 你要记住 韩氏的 胎什么腻啊 胎白腻 胎的白和黄 就来定 韩和热 对吧 白的是韩 黄的是热 对吧 腻就是湿嘛 韩氏 韩氏 只要有四头灰暗 对吧 再加胎白腻 就是韩氏祖之争 对吧 制法的话 叫温中化氏退黄 温中化氏退黄 选方选的谁啊 阴沉 李中堂 这个一定要和内科经 鉴别啊 鉴别 而科学的韩氏症 和内科学的韩氏症 选方就不像前面讲的 很湿热 对吧 阴沉浩灯 有共同之处了 对吧 这个区分很大啊 也是同学们考试中 容易错的 你通常看黄的黄灶 幻如烟熏 对吧 你一定要看是成人 还是小孩啊 对吧 若成人 那是内科 对吧 内科选的谁啊 选的叫阴沉 竹腐汤 阴沉竹腐汤啊 阴沉竹腐汤 要记住啊 阴沉竹腐汤的 是内科的韩氏发黄 对吧 而而科学的 要选阴沉 李中汤啊 这两个要区分啊 内科而的区分啊 内而的区分 内科阴沉竹腐汤 而科阴沉李中汤啊 第三个证后 叫气质血鱼型 气质血鱼症 血鱼 是我们考试 无法回避的啊 无法回避的一个证型 而且是最容易 最简单的证后 因为血鱼症 所有代表的证后 别的证后 它很难抢走 对吧 那么我们来看 第一个 作为吸质血鱼症 你要辨命 它首先要有什么 黄蛋 对吧 黄蛋 这也是必有的 对吧 那作为血鱼症的黄蛋 它会见什么呢 特殊症候 你看第一个 见右血鱼皮棍 你说老师 这不是血鱼症 好不定型 咱先不说它 对吧 会见鱼斑 你看吸质血鱼症 它也是类似阴皇 对吧 对不对 你说老师和韩氏很像 别和韩氏很像 对吧 它和韩氏差着大了 对吧 只要身上 见鱼斑鱼症呢 舌上见鱼斑鱼症呢 那这毫无疑问 见面色 口唇清紫了 这毫无疑症 是血鱼症 对吧 血鱼症 血鱼症 你老师气质呢 肚脯膨胀嘛 对吧 胀的因素 有气质的因素 但这不主要 只要 因为黄蛋中 气质不主要的 主要的是血鱼 对吧 有血鱼了 就是气质血鱼 在黄蛋中 它就这一个症候 对吧 制法中 需要行气化于消极 选方选的 血腐主义汤 学完之后 我们再回头再说这六个字 你说了 前面有段 到现在还有疑问呢 老师那这六个字 到底什么意思呢 热因寒利于血 热 湿热的黄蛋 阴沉好汤 寒利 寒湿的黄蛋 阴沉里中汤 淤血 气质血液的黄蛋 血腐主义汤 所以是合起来叫 热因 寒利于血 寒利于血 那咱来说了 对吧 黄蛋 从黄蛋开始 他有辩证了 两个辩 一个胎黄冻风 一个叫胎黄虚多 对吧 首先看第一个胎黄冻风 风性主动 对吧 那辩证一般都比较重 他都有一个特征什么样 黄蛋 血润加深 不用管他 对吧 同时患者出现 出现失睡昏迷 抽搐 审婚抽搐 对吧 镜像强制 双目上市 对吧 反而一直有抽搐 对吧 有抽搐 有抽搐的 就叫胎黄冻风 对吧 冻风 那胎黄冻风 哪的风呀 我们只要是内风的 都叫干风内栋 对吧 至法叫平干西风 平干西风 立石退黄 选方选的灵脚 沟腾 第二个叫太黄虚多 太黄虚多 记住什么托呀 基本上就是亡羊征 对吧 亡羊三大征 藩者会见什么呀 会见 四肢绝冷 当然他这个没法面子苍白了 因为他是黄蛋 他黄了 他没法摆了 对吧 虽然没有摆 但是有四肢绝冷 有什么呀 有脉未一绝 对吧 气促神魂 卖未一绝 两者都见神魂 对吧 神魂 如果本来抽搐的 叫太黄斗风 如果本来四肢绝冷 卖未一绝的 对吧 那叫什么呀 那叫太黄虚多 太黄虚多 我们说的是羊托 王羊征 对吧 是气托 是王羊征 需要大不远去 瘟羊不脱 选方选的身不仓 可上生卖三 生卖三 至于其他疗法 你看中山给予 叫什么呀 叫银之黄口笔叶 银之黄颗粒 对吧 这就是银尘豪等的 远方 或者银之黄 注射液 对吧 要外置什么灌尘 气治疗 要积极把这个 圈起来 气的对症治疗 叫什么 叫光热疗法 对吧 光热疗法 光照 对吧 蓝光一照射 有的黄胆就退了 对吧 这叫对症治疗 它并不针对病因 它只是针对黄胆的 一种方法 第一方法 调控 如果孕母 对吧 有什么呀 肝炎病史 或者产育 产育 并临黄胆 有曾经产育 并临黄胆的婴儿史 对吧 婴儿史 那么这些都要 应该采取相对预防措施 同时婴儿出生 要密切观察皮的变化 等等 了解 我们来看 另一个考虑 考虑 患儿22天 孽母皮肤发黄 22天 出生就黄胆了 生理还是病理的 病理的 对吧 生了20天 黄了22天 出生后就黄胆了 并临黄胆 色泽泄入橘子皮 什么黄呀 阳黄 阳黄都是什么 食热 不用往下变了 你要往下看 可以 对吧 生黄胆黄腻 那么正后就是什么呀 就是食热熏征 对吧 选方选谁呀 选阴沉 豪腾 对吧 第二个 下来出哪 军属病理黄的 这就让你鉴别 生理的和病理的 生理病理的 来看 第一个 出生后 二小孩就出现了 是不是生理的 是不是病理的 是 对吧 因为生理的 需要两到三天 对吧 这个二十小时 就出现了 这是病理的 对吧 对的 第二个 黄胆十到十四天消退 对不对 十四天是几周 是两周 对吧 两周内消退的 这是什么呀 这是生理人黄胆 对吧 病理人黄胆 最快的也什么 也要大于两周 对吧 两周 所以这是什么呀 这答案B 是生理的 对吧 生理的 黄胆退而复现 我们说了 对吧 黄胆消退 大于两周的 大于四周的 对吧 祖月儿大于两周 早上大于四周 或者黄胆退而复现 这都是病理黄胆 所以只要黄胆退而复现了 都是病理的 对吧 对黄胆持续加深 对吧 所以新生儿 生理黄胆 黄胆一般不加重 对吧 病理的持续加重 对吧 黄胆三周后 仍不消退 对吧 大多是病理的 所以答案选谁 选B 对吧 B是生理的 排除法